Google Translate最近就有一個新的功能 Tap to Translate 讓大家可以在任何App 中即時翻譯外語 怎樣用的呢? 首先你更新了Google Translate這個App 之後 在Settings 中Enable Tap to Translate這個功能 然後你還可以選擇自己的語言 和通常使用的翻譯語言 不過多數都是選擇它自動偵測的啦 之後你就可以轉到其他任何App 例如WhatsApp這樣 然後Copy你想要翻譯的Message 然後你就會看到Google Translate這個icon彈出來 Tap一下它就會看到你想要翻譯的內容 雖然呢 它翻譯的質素都仍然是Google Translate的質素 如果想即時回覆對方 都不用再轉App那麼麻煩 只要按一下New Translation 再輸入回想覆的內容 然後它就會即時幫你翻譯 最後把已經翻譯好的對話Copy回 然後再放在WhatsApp裡面 傳給對方 那就搞定啦 是不是幾方便 不過Tap to Translate這個功能 暫時只適用於Android 4.2以上的機器 如果你是iPhone用家 就要等一等啦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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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